《維基日報》隱瞞知情人士透露 中共正在加速核武建設 原因之一就是在美國上屆和這屆政府對華政策更加鷹派 北京擔心華盛頓可能尋求推分共產黨的政權 《維基日報》4月9日報導 一名了解中共領導人想法的人士透露 北京評估了美國對中共政權的威脅 由於評估結果發生變化 因此加快了其核武庫的擴張 其中一些人說中共的核武力早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就開始 但美國這次在俄羅斯戰爭中沒有直接加入戰爭 可能加強了北京的決定 也就是要更加注重發展核武器 中共領導人認為加強核武庫是阻止美國直接捲入台灣問題 潛在衝突的一種方式 據研究地區衛星圖像的分析人士稱 在最近的發展中 今年在中國偏遠的西部地區 有一百多個疑似導彈發射井的工作已經加速 他們可被用來容納 能夠到達美國的核彈頭導彈 美國軍事官員和安全發生人士 擔心中共的核加速 可能意味著它願意進行突然的核打擊 但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人士 和華日說 北京承諾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他們說 中共軍方認為其核武器過於塵舊 無法對美國潛在的核打擊 形成有效的對抗 一位接近中共領導層的人士表示 中國略側的核能力 只會叫美國對中國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 中共加速發展核武的野心 已經引發了美國軍方的警覺 美國戰略司令部司令查理斯查理德 4月5日在一場聽證會上 向國會議員表示 中共的高速音速、武器和核武庫 正以驚人速度擴張 對美國是迅速升級的威脅 查理德表示 中共去年7月首次測試了 洲際彈導彈發射的高超音速滑長器 該技術將嚴重影響戰略穩定 他還說 五角大樓的每一項行動計劃 和每一種其它能力都建立在戰略威懾 特別是核武威懾 將得以維持的假設之上 他補充說 美國部隊不再有 假設風險總是很低的奢望 特別是在危機期間 查理德表示 中共當局還推動了中國西部核導彈場的建設 每個核導彈場 大約有120個發射井 去年的一個衛星圖像顯示 中共還訓用軍隊抗擊美軍 2021年11月 米克沙亞技術公司提供的衛星圖像顯示 新疆塔克拉馬桿沙漠中 新建的一個靶場內 欺然出現一艘美國海軍航艦 和最少兩艘巴克級導彈驅逐艦全尺寸 等比例的無詞標靶 路透社當時報導說 這樣反映出 在美中由於台海和南中國海 出現對峙的緊張程序下 中共軍方急於提升反航母 特別是反美國航母 以及其他大型航艇的能力 五國大樓發言人約翰 當時回應說 我們專注於發展能力和作戰概念 確保我們擁有資源和合適的戰略 以便我們能將中國作為頭酷步步進逼的挑戰來應對